在这次更新当中,我要跟大家聊一下X行星 因为新闻当中,已经开始有很多报道,说科学家可能发现了X行星 科学家也把X行星称之为太阳系的第九颗行星 虽然这次的新闻还不算是正式公开X行星的存在 它也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小步 这则新闻同时也属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委婉揭露 X行星的存在已经被阴谋集团打压了好几十年 大家可能会想知道这样一则内幕 其美拉控制的贸易高效电算中心 会拦截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天文台收集到的数据 然后删除所有可能让科学家直接发现X行星的观测数据 十几年前,日籍科学家发表了一篇 《预测一个假想行星存在的科学论文》 这颗假想行星的轨道参数非常接近X行星的真实数据 由于这位日籍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实在太接近真相 所以他的论文并没有像麦克布朗所发表的文章一样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 为了帮助大家温习记忆 以下是卯素星人提供的X行星的真实物理数据 它的平均半径为7500千米 它的质量为0.76个地球的质量 半长轴为70个AU 轻角为40度 轨道离心率是0.25 X行星的地核是由岩石组成的 地漫则是由结冰的水所构成 星球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甲烷冰层 如果我们用太空探测器从远距离观测X行星的话 我们会看到银蓝色的星球表面 大面积的平坦地形 以及好几处地质活动频繁的冰火山群落 如果太空探测器的相机 近距离用每像素超过10公尺的画质拍摄 它会发现X行星的地表 某些地方有奇特的高反光矩形 这些举行是抵抗运动和银河联盟 在X行星地下基地的玻璃天花板 最后如果大家还没有联想到的话 X行星也不是尼比鲁 X行星地下基地的高反光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